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上鲜花 并加油点赞 有请 从现场观众的声量 就能够感受到这几位演员在2023年 是多么的受人瞩目 我觉得这个奖真的是拿在手里 又是沉点点 又是实至名归的 再一次用你们的欢呼声感受一下 他们受瞩目的程度好吗 祝贺各位 也有请我们的点赞人登场 所以你们要感受到你们的每一份努力 每一个眼神每一点进步 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 期待2024年 你们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孤护厚爱》 谢谢 一起来合影留言 好 谢谢 谢谢两位点赞人 谢谢两位 请回心落座 让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各位演员来 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们请白露 《孤护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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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2022年的自己已经成长了很多了 所以会继续 挪发挥薄记录我的生活 我觉得除了演习以外生活也很重要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平安健康 谢谢 好的 谢谢露丝 再次掌声给他们 再次祝货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弟弟高高地举起了奖杯 一切都值得 一切努力都值得 谢谢 请回席休息 欢迎露丝 露丝来了 先进行我们一个专区的选择 看一下你喜欢哪一个专区呢 露丝选择我们的专区 露丝选择了佛系专区 虽然露丝选择了佛系专区 生活中的她萌萌淡 但是我们在作品上面可从不佛系 每次都给大家带来非常优秀的作品 露丝饰演的角色大多都非常活泼激凌 又带着一些娇憨 生活中的她接地气又搞笑 使她成为女演员中非常独特的存在 好的 请露丝移步我们的签名版 今年露丝也有非常多作品和大家见面 包括我们的后浪 偷偷藏不住 还有我们的神影 也收获了非常多观众的喜爱 所以我们也接下来期待她 接下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欢迎露丝 哈啰 来了来了中间开美照啦 斑点装哈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自己的小妹妹长大的感觉 看到吗 我真的是 是不是 我也老了 我要反驳一下你 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人永远都不会老 我真的没褶子吗 没有啊 他单眼皮本身那个 你只会让我们笑出褶子啊 你只会让我们笑出褶子啊 谁说了没 快点 赵露丝 我可没说 人家需要个话筒啊 好 来我们来欢迎露丝 啊 我被感出去 赵露丁哥 好 各位媒体朋友 可以进来来告诉我一声啊 来吧地上话筒 好 好 谢谢露丝 给大家打招呼 我们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招呼 来 大家好 我是露丝 这一套 刚刚你谁听谁说什么斑点狗 我们没说啊 你听到了 上次说我是快乐小狗 今天说我是斑点狗 谁 你说一下是谁 央底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央底 我们两个在聊我脸上的褶子的事 没有 我刚刚已经听到你叫我斑点狗了 我吗 好冤啊 敌我好冤 太冤了 有没有真人秀麦啊 放出去我真的没说 我说你这套是斑点妆 对斑点妆 可以 奶牛妆 但是非常好看 什么 不是就是 我不讲了不讲了不讲 不是斑点福吧 这个衣服 我不如斑点狗 我觉得还是斑点狗 讲一讲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忙着拍戏吗 拍戏啊 又是新的作品啊 刚进剧组没多久是吗 还是拍了好一阵子了 拍了好一阵子了 又是那种不能说 大概两个月了 两个月又是那种不能说的 可以可以说 稍微讲一讲 对 因为现在在拍的戏叫祝莲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期待 你知道路是非常贴心 她是那种开完生日会以后 还会在微博上发布 问大家有没有安全到家的小女孩哦 就是很暖心 很喜欢互动嘛 非常互动 生日会当天还跟我们另外一个节目还连麦呢 把她忙的啊 记不记得那天本来让你还来录火星情报剧最后一期 不是那天那天那个信号不好 因为那个传给我的只能有一个人的声音 所以你们在说话其实都没有声音 乱七八糟的 但你后来看那个节目播出看到看到你的镜头是什么样子没 就是很丑 就是 就是 一直给我们展示你的方式 又我在听 我们的美女是无死角的 所以这就是路斯惹人喜欢的地方 非常GDG 非常可爱 是 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小妹妹 是的 欢迎我们的微博好朋友来到微博去 欢迎路斯 欢迎赵路斯 我们圣典见咯 来 尤其路斯进入到我们的圣典 有请 我去你最好马上等会儿结束工作以后 写一百字来表达一下这个衣服到底是什么 这个衣服确实有多种解读 但是是好看的 它是 图案是那种斑点奶油图案 笑死 微博之夜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顾一人死活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平安 健康 谢谢 好的 谢谢路斯 那作为演员呢 可能我能做的就是努力拍好我的作品 给大家想好每一个的故事 今年一年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大家 谢谢再次祝贺 感谢微博能给我这个红率 对我来说 2023年是一个好年 然后也祝福大家 往后的每一年 都会是一个好年 谢谢 谢谢四位青年演员 很高兴 微博给我颁发这个荣誉 我希望在来年 在稳图的学习中能够 给大家一些好的估计 谢谢 感谢微博对我的触目 感谢我兄弟伙对我的触目 谢谢 谢谢 一定要像今天穿的一样 尤其两位来到我们的打卡区 选择适合自己的空间 打卡 是的 看一看 分别有我们的显眼包 哈吉米还有我们的佛系专区 白露直接冲到了显眼包 适合适合 适合 哲远我感觉 显眼你自己看着来 哲远选择了哈吉米 我们看一下两位在这边 可以摆出什么样的动作pose呢 是 你端着那个椅子 你还不如出显眼包 你那边直接麦架都夹起来了 行 不影响他们出图了 来 欢迎两位打卡完毕以后 来到我们的中心点位签名 你知道吗 白露她的微博置顶是 白梦炎梦想成真的第八年 我们要马上一起走进第九年了 是的 因为二零二三是白露演艺事业 全面开花的一年啊 古装剧 长月静迷 宁安如梦 都市剧以爱为仪 三部暴剧啊 均获得了口碑收视双丰收 展现出它扎实的 抗拒业务能力和优秀的角色 塑造力 恭喜我们的白露 有这么好的成绩 是 而且她的微博的封面哈 一直都是那个 我上次看到微博也是一样的一句话 是不是 说所有热爱的事情都要不遗余力 而且我觉得她做到了 再次欢迎 一直有给自己一个信念的鼓励哈 对 咱们也来唠唠成哲远 对 我们的哲远当然也是非常厉害 从校园剧到悬艺剧 从古装剧到现代剧啊 哲远都是能匹配不同的题材 一路以来她坚持用自然扎实的演技 雕刻好每一部作品 由她主演的谍战剧《暗夜与黎明》 仙侠剧《仙剑4》将和大家见面了 而她的白色橄榄树也即将杀青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 好消息 已经杀青了 对的 是的 此时此刻已经杀青 所以说离大家和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很近了 她还发了个微博说 阿赞 你辛苦了 我爱你 我们也爱你们 再次欢迎 再次欢迎 欢迎 欢迎两位 好想跟大家都聊聊天 对 因为时长的关系 我们就先移步我们的下一个区域 不错 做到了 因为哲远发了微博要在那个亮相仪式 帅得让大家生气 做到了 你生气了是不是 我看到迪哥今天的那个出发图 挺生气 哎呦 你这个出发图 引起了 被哲远看到了 我都不知道 你发完咱就上台了 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都是好好去看看评论 好 谢谢 欢迎两位来到微博之夜 让我们欢迎 好 接下来 下一位 掌声有请 年度青云飞跃演员 陈哲远 邓唯 于世 张灵鹤 登台 同期属于你们的 微博之光 有请各位 同时也让我们欢迎点赞人 微博演员 青云专相导演发起人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 导演李绍红 演员助力官 演员黄晓明 为他们送上鲜花 并加油点赞 有请 哇哦 现场真的是沸腾了 你们的欢呼声 还可以再大一点吗 祝贺有请二位 这份欢呼和喝彩 不仅是对于演员个人 更是他们在过去的 这段时间里 创作出深入人心的 这些角色和作品 而欢呼 那更是一份期待 期待着他们在2024年 能有更卓越的表现 和非凡的成绩 我们请大家共同合影留念 记录下这一难忘的瞬间 好的 谢谢 谢谢少红导演 谢谢 小明 谢谢 来我们请四位一步向前好吗 我们特别想听一听 四位此刻的心声 各位请 请一步向前 好 来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哲远 然后 刚刚刚在台下看到很多 为我们这个社会 为我们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前辈 那在同一个台上跟他们领了荣誉 这个呢让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然后我也想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 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 算 我们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好不好 大家一定不希望 有个特别的环节 来有请工作人员把道具拿上来吧 好 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来的是几把扇子 而且每个扇子上面呢都有各位演员 在剧中对应的经典台词 是的 演员要认领自己的那面扇子 然后 在我们微薄之夜的现场 摆出post的同时 说出完整的经典台词 再创造一次名场面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谢谢激发 谢谢激发 来 为什么你们两个要一起来表现是吗 我的这个是 哥哥好 哥哥好什么 哥哥好帅 好吧 谢谢 谢谢四位 你们的梗真的是好帅 来我们现场再一次把尖叫声和欢呼声送给四位好不好 也请各位 我们上前合影留念好不好 再上前一步 四位可以打开扇子 对对打开扇子 拿着我们的经典台词 来一张合影好吗 也请所有的朋友们 各自认领自己家的男孩子 也希望未来的时间里这些年轻人能够 怀着青云之志 扶摇万里 继续加油 来3 2 1 好的 请大家共同合影留念 谢谢 谢谢大家 再次祝贺 请回席观礼